055B跟055号来说可能会有一些性能上的提升 但你说是整体上的这个待机的更改应该是没有的 未来如果美国要持续的在太平洋地区 维持它自己排军技术的领先地位的话 那势必必须要投入更多的资本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两岸防务评论 我是石教伟 根据网络上公开的招标采购信息 由国内外网友跟军事媒体推断 055驱逐舰9号跟10号舰同时在建造 目前已经停靠在江南造船厂的码头 西装工作已经接近尾身 而且有分析称量产的第二批055大驱 极有可能搭载新的技术跟新的装备 被视为第一批的055改进型 而被冠以05B的称号 其实以这个05来讲 05它本身的舰体就相当的大 上万吨的这样一个驱逐舰 其实在大陆的海军 它其实主要为来当作这种防空指挥舰 所以前面8艘的055和后面的05B来相比 我个人认为会有一定程度的修正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那你说055B它有可能会搭载一些什么样的新的武器吗 我个人认为当然在火炮上来讲 大陆在做电子炮的研究 还有激光雷射武器的研究 已经有了一段相当的经验的积累 跟技术的研发 那你说有没有可能会搭载新的这个电子武器 那这个可能性当然也有 因为毕竟还在这个西装的过程 大陆之前做的这个电子炮的原型 它的大小相当的大 那换到现在新的这个05B上 是不是会有一些大改 其实可能还要等到后续 这个船真正的出去进行 这个海事的时候 会有比较明朗的这样一个情况 不过至少目前看起来 整体的055B西装接近完成 和前面的这个055前面8艘来相比的话 它的差异并没有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那这个情况下 那我觉得这个船 它是不是装了这个所谓的电子炮 或激光武器 或说电推可能性是有的 不过还是要看后面船厂 有没有更多的信息出来 那至于在这个远洋作战能力上来讲 我个人认为一定会是 依照之前058艘的一些相关的使用经验 去再说修改 那目前在大陆上来讲 这个防空系统并没有太大的 这个等于说改代式的这样一个更新 所以我个人认为应该还是跟055来说 可能会有一些性能上的提升 但你说是整体上的这个代极的更改 应该是没有的 那055B的话问世 其实也的确代表中国大陆的造船 在这几年能量还是相当的大 江南造船厂虽然说搬到长星堡 但是这个位置的造船让江南造船厂的建造能量的确是比过去来说 又更为提升因为地方更大 船渠或者说是建造的这个场区更多 让中国大陆现在在海军舰艇的建造上来说 的确已经超越了这个美国所能够建造的这样一个能量 它近几年来这个新建下水的数量非常快 然后那这个时候呢 的确也可能会因此要让美国 它在下一代驱逐舰上的这个研发跟建造要积极直追 以目前美国来讲 美国现在在最后一批的伯克级驱逐舰建造之后 要开发他们新的大型的这个DDGX 也就是下一代的这个驱逐舰 因为以美国来说 他们现在伯克级的舰体能够搭载的那个平面相控阵雷达 基本上已经到了极限 所以必须要有新的舰来装载新的这个系统 同样新系统当然会造成舰体的这个增打 像以大陆来说 从052到05就是非常具体的体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它的系统更多 然后而且的系统的功率更大 因此需要更大的那个平台来搭载这个船上面的这些系统 那所以同样的以05B的这个诞生来说 这个船其实可以说是大陆 今年造舰能力的一个具体展现 那其实你看一系列的052 建造出来之后 持续建造055 它不仅仅是在速度跟产量上 并没有排挤到原先的052D 跟052的修改型 那显然中国大陆的造舰能量上来讲 现在在亚太地区 甚至于在世界上的这个造舰能力 跟速度目前来说的确都已经相当的可观了 未来如果美国要持续的在太平洋地区 能够维持它自己本身的海军技术的领先地位的话 那势必必须要投入更多的资本 甚至于在整个美国现在造船业仅有三家的这个情况下 要能够在造船业或说造舰上未来 能够全面跟大陆的这个能够追赶或甚至于能够起头赶上 我个人认为难度都非常高了 今天我们的两岸房屋评论就跟大家聊到这边 也请屏幕前的各位为我们订阅点赞跟评论 然后我们下期再会